看這題,它如這兩個圖 有兩個三角形ABC跟DF 求這兩個三角形面積的比 我們現在來看 這兩個三角形的話 我們從這裡到這裡的話 它是變成面積被二分之三了 你把它乘以這二分之三的話 八乘以二分之三 二四的八是等於十二 變成差 從這裡到這裡的話 是二分之三倍 從這裡到這裡 應該怎麼講 應該從這裡到這裡 從這裡到這裡的話 是二分之三倍 從這裡到這裡的話 也是二分之三倍 這兩個三角形是相似的 不過它相似的話 是三角形ABC 這樣子 跟這樣子相似 ABC相似於多少呢 三角形DF1 這個三角形 跟這個三角形相似 那既然相似的話 所以它的面積 就跟它的限量的平方 成正比 也就是說 從這裡到這裡 它是放大二分之三倍 所以它的面積 就變成一樣的幾倍 二分之三的平方倍 所以變成四分之九 變成一樣的四分之九 也就是說 這個面積比這個面積等到什麼 三角形ABC 比上三角形DF 它的面積 這個比這個 是等於九比四 所以這個比這個 是等於四比九 還有一分之八 三角形ABC 三角形ABC 各五角形ABC 四角形ABC 十分之一 三角形ABC